比气血虚更可怕的是惊亏 造衰是惊亏 健忘是惊亏 中途疲软还是惊亏 气血虚损不可怕 更可怕的是肾经亏损 中医认为肾经主管人的生殖发育 以及骨骼脑髓的滋养 如果肾经亏损的话 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 比如造衰是惊亏 健忘是惊亏 中途疲软还是惊亏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详细讲一下这其中的关联 并分享一个忠诚药 帮你调理 首先造衰是惊亏 就像我刚才说的 肾经主管生殖发育 可以充养四肢筋骨 毫不客气的说 人的衰老过程 其实就是肾经亏损的过程 所以说如果你年纪轻轻的就开始长白头发 整体感觉肌肉无力 四肢疲倦 胳膊腿都容易酸痛 并且牙齿松动 不能吃硬吃凉的 整个人看上去没精神 比同龄人老很多 那就是惊亏了 其次健忘是惊亏 肾经可以滋养脑髓 肾经充足 脑髓得到滋养 人的脑子就好使 如果肾经不足 脑髓失去滋养 那大脑的运转自然也就会变得缓慢 所以人就容易出现健忘 头晕 总记不住事 甚至是反应迟钝 脑子愚钝等情况 最后肿徒疲软是金亏 肾经主生殖 负责充养宗金 同时化生肾阴和肾阳 所以肾经亏损的男人就容易出现体力不支 欲望下降 甚至是经常有心无力 容易疲软无力 甚至是养胃等情况 总之当肾经亏损的时候 我们不光容易腰酸 腰痛 两腿发软 还会出现上述这些小毛病 因此肾经不足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补充肾经 防止早衰的出现 那可以参考忠诚药 无子验宗玩 如果说你目前还伴随着一些头晕 身心烦躁 晚上失眠倒汗等情况 补肾经可以参考一个金锁固经玩 那以上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身体不适 一定要及时到线下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